最近一段时间人们注意到中国外交部战狼发言人赵立坚不发言了 网上传说他羊了 澎湃新闻查询发现这位官杰为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的发言人已经调任外交部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副司长 查询中国的外交网站的确他已经被调离发言人的位置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离职通常都是由本人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当着记者的面很正式的做出宣布 但是赵立坚却自从12月初就失踪了 多少有些离奇 这起调动表面看起来是平级之间的调动 没有什么稀奇 但与赵立坚多年来在外交部发言人位置的风光相比 有分析指赵立坚悄悄的被边缘化了 赵立坚是中国处在一个与世界非常不寻常的交流时期出现的 2020年初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失控 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蔓延 这也是西方国家希望能从中国获得更多有关疫情信息的关键时期 而赵立坚却恰恰是在这个时候走上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岗位 赵立坚的答题者问 不但没有减轻外界对中国早期疫情隐瞒病毒真相的疑问 反而加重了与西方的对立 比如赵立坚曾经暗示 新型冠状病毒是由美国参加2019年武汉军运会的军人带来的 澳大利亚因为早期提出调查新型冠状病毒的起源 激起中国的愤怒 赵立坚则不遗余力 在推特上发布了一张澳大利亚士兵割断一名阿富汗儿童喉咙的假图片 激起了民族仇恨 更让堪佩拉感到愤慨 中澳的关系几年来一蹶不振 不过最近好像要逐渐恢复关系 有媒体称赵立坚是一群使用激烈言辞 为中国辩解而得了战狼绰号的外交官当中最突出的一位 一方面赵立坚露骨的挖苦无视事实对待西方的语气吸引了一大批中国粉丝 另外一方面中国人对他的胡言乱语损害中国的形象非常担心 赵立坚在网上有非常多的粉丝自他离职的消息传出之后 刊载相关消息的凤凰网就有不少网民叹息说 一个好的国家外交部发言人是国家的名片 国家的形象国家的威严 赵立坚的很多外交场合发言言语幽默精准到位 在某些问题上态度明朗 威严极致是一位好的发言人 点赞点赞 那么赵立坚既然表现的如此卖力 并且如果在北京当局的眼中 他的表现也是如此出类拔萃的话 为什么要把他从一个赵立坚本人做的有任有余的岗位调走呢 而且赵立坚努力了这么多年 在发言人的位置上还不惜使用 戏虐甚至是暴力的语言攻击西方 从而使外界认为他是战狼外交的代表 那么这么卖力的赵立坚为什么没有得到净声 反而是被转移到一个没有光的角落呢 外界多以战狼外交描述最近几年中国外交的风格 中方的说法是大国崛起 针锋相对完全抛弃了邓小平时代的韬光养晦 而在很多外国记者的眼中 中国外交部甚至被讥讽为中外关系破坏部 与赵立坚这几年的贡献有极大的关系 但说穿了赵立坚也不过是一位发言人 赵立坚离开发言人的岗位消息传出之后 有人认为北京当局大约要适度调整中国的外交走向 要调整外交战狼横眉树木搞得一副完全与世界对立的恶像 那么首当其冲就要先把名片级的人物赵立坚挪走 换了赵立坚也许是要更改一下门面 让外交部变得更加柔和外交一点 但是在中国的外交棋盘上 赵立坚实在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 中国外交部以非外交姿态出现的不只是赵立坚一个人 还有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照常担任新闻司的司长 驻美大使秦刚也已经破格提升为外交部部长 最主要的是外交部战狼的前线总指挥 前外交部部长王毅则是已经更上一层楼 替换了杨洁篪的位置 成为中国外交领域的最高负责人 王毅最近几年来的战狼语言一抓一大把 但是有观察人士说 这恰恰或许正是王毅升官的诀窍 王毅看中了习近平喜欢外交官的好勇 逗狠 不假装文明 王毅几年外交部长当下来得罪了事件 却以69岁的高龄打破了中共内部 七上八下的不成文规定 容生政治局委员 值得一满 说到底 王毅不过是忠心耿耿的执行习近平的旨意罢了 因此赵立坚为什么是在没有升迁的情况下 悄悄的平行 调换到了外交部另一个比较冷落的职务 背后原因仍然不明 前面 小心 爹